Hello 大家好 我是Valerie 我来自湖南长沙 然后我2014年就出国了 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 我就在湾区工作 然后我现在职业是一个建筑设计师 为了让大家了解美国现在疫情的情况 我准备今天出去美国的超市逛一逛 然后听说超市的测试已经被抢光 然后我们今天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 好 我们就走了 为了安全起见我也准备了口罩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听车场是有很多车 然后当然我们出门也是开车 没有公交 也不做地铁 所以大家看一下Costco排队的人 到底是有多少 我今天也是在上班的途中 听说明天所有睡意都要杀账 然后人们一个月都不能出门 然后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出门了 然后准备买一个月的审材 所以现在Costco的队已经排到这了 所有人都在排队买东西 所以大家看一下Costco排队到底是有多长 已经从停车场的那边一直排到这边 然后今天也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突然被通知 其实明天就work from home 因为政府把所有business都short down了 然后所有人都不能出门 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买一个月的吃 政府规定不能25人以上或是50人以上的聚会 你说超市里的几百个人 他们就不怕口罩 超市里的吃 所以我们公司终于让我们全部人work from home 然后让我们在Costco Costco现在超级多人 看一下今天大华的情况是什么 大华的队买到这人 大家看一下排队人有多少 大华 但是还是很多货物的 超级菜哦 难得啊今天路上有点堵车 平常都没什么堵 Costco人超级 还不想撑上 没有人在外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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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的店还是开门 可以看到 拿了一些面包 然后我现在在TISPOL 就是奶茶店 你在等我的奶茶 其实对于这个疫情 对中国 学生或许中国在这边工作的人 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但不过相对于美国人的话 华人的防疫的意识还是比较高的 大家都会去买口罩 都会去换一些食物在家 然后回来也会换衣服洗手 然后我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的结束 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然后今天就这了 Bye Bye